我們看看其他的國家近來有什麼新聞 加拿大呢 加拿大有得而是對中國越來越嬰 對於一個這麼多上一代中國移民潮的國家 都是挺過癮的 雖然有很多網友 有些網友住在加拿大 我們也有多倫多網友 我們也有Vancouver網友 其實有些網友都說 加拿大真的是很多藍絲 是的 當然因為他們是最早那批過去 最早那批中國人 也好香港人也有過去 但是我再說一次 這個是世界潮流 這個是世界潮流 好了 加拿大這位也挺漂亮的 外交部長就叫Milani Joy Lee Milani是法文來的 我不知道法文應該怎麼讀法 趙美蘭 OK趙美蘭 好了 他在一場演講 他說 中國是一個越來越有破壞性的大國 所有加拿大企業 不要跟中國關係這麼密切 會存在嚴重的地緣政治風險 他是加拿大外交部長 他和德國也不同 德國的外交部長 這個財務財政部長 都不是蕭傑的黨 三個黨聯盟 但是加拿大也不同 加拿大也是執政黨 也是這個自由黨 即是 他這個外交部長說話 一定是代表現在加拿大政府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貫徹的 因為整個加拿大的國家政策 都是偏向對中國越來越 要硬正 要抵抗 加拿大的在野黨魁 是英道爆創的 是將軍 之前都說過了 我們聽回趙美蘭的說法 他說 現在的中國 不是70年代的中國 他試圖 將整個全球的環境 帶去一個偏離我們價值觀 和利益的世界 所有加拿大的企業 麻煩你們要保持清醒 當然你們做的生意 你們會自主負責 但是我作為外交官 我要告訴你們 和中國做生意 是有極高的政治風險 第二 加拿大應該深化和台灣的經貿聯繫 支持香港 繼續爭取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哦 OK 好了 台灣的外交部 台灣外交部的發言人歐剛海 他在昨天的記者招待會 不是前天 對不起 回答這件事 多謝加拿大的外相 作出這樣支持台灣的發言 他說支持加拿大 再次公開表示 台海要保持穩定 不贊成 中國就單方面用武力去改變現狀 香港 這樣 這樣 這個就講加拿大了 加拿大 大家都覺得合理 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國家 就真的非常之意外 泰國 整個東盟 都是中國的老友 整個東盟 那我就說過 非洲和東盟 將會是 最新一輪 最重要的 兩邊陣營的爭的地盤 尤其是東盟 那東盟呢 我不認為會太剔的 有錢就賺了 有生意就賺了 他絕對不會想 失去中國這個市場 他也不會想這麼多 但是他也更加是 不會得罪歐美 所以他就在中間兩邊遊走 即是有一次新加坡 好了 這件事 也挺少有的 這個也挺有型 這個是誰來的呢 他就叫做 他立通 他立通 好像羊名 他呢 是有中國背景的 他就是 等等 他的祖母祖父 即是甚麼 祖父即是阿爺 阿爺阿媽 OK 死了 應該是 不是啊 祖父還是阿爺的老爸 死了 那太爺 對了 就是祖父祖母 他在他立通 祖父祖母 都是福建人 不過這樣 不過他在台灣也有親戚 因為你知道在幾代之前 其實很多 其實台灣的很多人 就是再做一代 在國共內戰之前的福建人 搬過去 好了 那背景就算了 不理會他了 他立通 他是反對派領袖 反對派領袖 那 他曾經 是代表著一個叫做未來前進黨 未來前進黨 現在就解散了 但是當時他代表未來前進黨 贏得 那個議席是不錯的 贏得不錯 在年輕人裡面 拿到多少議席 他是在大選裡面 拿了接近80席 500席拿了80席 而一個 不是傳統的新的黨 反對黨 其實是挺不錯的 當然他經常說要實踐民主改革 要改革這個泰國的君主制 這樣子 好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批評現在的總理 和緬甸軍政府 向越來越具侵略性的中國靠攏 上個星期在台北 搞了一個自由論壇 他也是出席的 他說 應該和台灣人民 走在一起 就是這樣 那麼 在東南亞 如果有政治人物代表 他說要和台灣建立得好的關係 反對更親民 中國 是極少有的 是挺罕有的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世界潮流 你開始會有民意 而會有政治人物發覺 跟你中國太親近 真的沒有好處 是不是 其實一向都是 Cost and Benefit 做事所有事情都是 成本 和利益 現在就發覺 跟中國這麼親近 成本越來越高 成本越來越高 成本包括什麼成本呢 就是他在人權 他在道德方面的風險 第二就是 他政策的風險 說封也封 是吧 那些廠 他投資你了 他又可以 你投資他 你投資那些廠 突然間是封空的 那你就做不到生意了 是吧 他投資你呢 那些項目 即是大陸 又爛尾 那政治風險就越來越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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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成本越來越高 效益越來越低 這件事呢 是客觀的 客觀的 錢呢 就會 只會由一個 賺不到錢的地方 風險高的地方 流向賺到錢 風險較低的地方 錢是最客觀的 所以那些錢不斷走 國際金融機構 I.I.F. 就是說今年有一個千億美金流走了 OK 好了 最後他立通他補充的話 我們什麼都太依靠中國 我們潛艇是中國 我們高鐵也是中國 我們到處都見到中國的情況 緬甸也是 但是你看看現在緬甸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泰國的反對黨領袖 的其中一個這樣的訪問